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耳上乐队其实最近一直都 一直好像反复会一直被新闻媒体报道 小于三岁以下的孩子 儿女的死亡率非常高的一个部分 也没办法求救 然后常常都说不小心把孩子打死 我们在儿童教育病房照顾的经验里面 其实这个是长久的问题 这些小朋友的丧事其实都是各式各样的 它的呈现方式可能是包括脑出血 骨折 瘀经 烫伤 然后当然还有些心理创伤是外表看不到的 所以医疗里面遇到一些问题 就是包括医护人看不看得出来 以前有小孩自己不会受被打 然后小朋友也不一定知道那个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遇过很可怜很小就是被性侵的孩子 他以为那是游戏 每次做完那些事情就跟糖果吃 其实他不懂那是一种伤害的一个行为 因为为什么会发现就是 幼稚园老师说 来来来我们大家来玩游戏 然后他也很高兴 我们玩游戏 所以他接下来做的事情 是把裙子拉起来 不只这样 把内裤脱下来 然后开始拉着去 那个幼稚园老师就吓一跳 当然家长是非常震惊 只是想说怎么会这样 心情的部分 身体检查比较大的困难就是 他大部分没有任何症状 根据美国一个很大型的统计 95到96的小朋友 只有口头说什么什么 但是身上找不到说有裂伤 我们这时候觉得 为什么要儿肖保护医疗中心的成立 是需要去让医疗专业人员 有一个窗口 可以跟社工合作 社工不是医护人员 所以他没有对身心健康的那个评估 这个东西就是需要专业的判断 医疗可能在急诊 就已经发现 或在门准发现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定要通报 一试就要通报 通报不代表一定是儿念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但是你等到确定是 你在去通报的场上是会太晚 通报其实是一种关系 我们关心孩子的状况到底怎么样 然后希望更多人来帮这个家庭 以前发生过一个案子是 没有呼吸 他就把他送到附近的一个医院 就回来再送到我们医院来 我们一看 怎么小朋友怪怪的 所以我们就做头部的检查 哇 怎么一大片脑出血的上面 后来我们就做检查 一发现才整个就是 受虐性脑伤的这个部分这样 受虐性脑伤就是这样 前后用力甩动 在寸子脊椎的方向 这样来回甩动的时候 头底跟脑的部分 会相撞跟拉扯 拉扯那边血管会被扯断 然后就开始流血 香状的部分 脑就会整个 就像脑震荡一样 可是强烈的 所以整个神经 就会水肿受血 很严重的孩子 压迫到生命中枢以后 就脑死 或甚至就直接就死亡 儿童友善医疗 是一个很重要的强项 第一个是要有童趣 那个地方就是很文型 很可爱 很好玩这样 所以成人也不会觉得怎么样 那另外一个是探索 我们发现 有些是隐藏版的 就是没有看到 所以每次孩子来 可能有些发现 什么有趣的东西这样 我们上面完全不会写说 请按我 请看我 什么什么 去诱导大家不会 所以小朋友无聊 就摸摸摸看 啊 这怎么那么有趣 他有要触控 这个 你要不要挖下去 看看什么东西 是这个里面 对 好漂亮喔 是一个动态的万花筒 他会一直转一直转 那最后就是 学习生活和成长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 这六个东西 是我们儿童医疗的 环境里面 我觉得需要 有的东西 安妮皇医疗就是要在 我们要做的这个期间 就是减少受苦 嗯 所以怎么样减少受苦 不管是身体或心理的 嗯 但是儿童特别重要 是连活着的时候 你要怎么活 因为有时候 你知道 死亡就在这里了 那有的家长就是 拒谈这个问题 我们以前遇过 那个孩子比较大 他已经13 14岁了 家长说不要跟孩子讲说 他有这个 严重的疾病 有没有疾病 所以有一次 那个孩子就 拉走迷乎人员 就说 我知道我得好严重的病 我知道我生命应该没办法 然后他就说 你不要告诉爸爸 我知道他们一定能过 但是后来刚好有一个机会 我们在谈目前疾病 怎样这样的时候 那个小孩就说 对啊我知道 哇塞 后来父母亲就说 你为什么知道这个 他就开始讲一些身体的症状 他知道他越来越弱啊 什么都没有办法恢复啊 这些 然后他有看到父母亲 偷偷躲在角落 所以本来是闷不吭声 都不讲话这样 都不谈这个事情 后来就开始谈外 就开始创造一些很精彩的东西 对我来说是happy ending 那另外一块 小朋友其实很重要 是游戏 游戏是儿童的基本人权 因为那是他学习 认识这个世界重要的方法 在儿童安理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比例是 生活的经验 跟生活的品质 跟生活的体验 我希望每一个孩子 到最后那一刻 不是挣扎到死掉 不是呼吸喘到受不了就死掉 有时候我们会给一些药物 把呼吸和缓下来 那如果真的要离开 我们就希望有点像水果中 我们就这样离开 其实我觉得如果我死掉 是那种具体 我是很幸福的人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 会离开这个世界上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 是中间很多关心 关怀的爱 所以你怎么样让走的人 可以安心地走 有下来的人 可以安心地活 所以我希望有一天 安宁缓和一样 不管小孩成人 它是一个正向的经验 其实我们小孩子成长 它就只有这么一次 它没有办法用立合白把它涂掉 重新来过 所以我会觉得说 在我们小朋友短短的 这几年青春期发育的过程 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要把握我们自己的轨道 所谓的这个潜力 发挥的最大值 在接触这些小孩子的 这个过程当中 那我会发现说 其实我们的内分泌系统 其实它总管了我们所有的 不管我们的成长 我们的营养 甚至心理 像一个交响音乐团一样 那么我们就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指挥家 那怎么样让它演奏成 一个很美妙的音乐 陆陆续续去看很多人 这个新早熟的这些病人 我发现说 其实我们台湾的小孩子 没有越来越高的这个趣事 如果你在正常的情况底下 一个女生14岁 她就不可能再长高了 但是她这个小朋友如果说 她的古龄比她年龄超前了两年 她现在才12岁 她现在就变成古龄14岁了 那她是不是古小六年级 她就没办法再长高了 大部分家长可能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 那么是不是就会白白浪费 她这个黄金的这段时间 所以我们新早熟 其实她到最后影响的 是我们这些成人这个身高 我常常在去演讲 或去上课的时候 提到三大重要的观念 小时候矮不是矮 因为小时候矮 其实她是因为营养还不太够 所以她牺牲了她的体重之后 就会牺牲到她的身高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养不大的小孩子 我们要确定她是什么原因 那另外一个就是小时候高不是高 因为她肥胖也会然后早熟 那么她的古龄是超前的 所以她现在身高是超前的 可是问题来了第三个 小时候胖就是胖 OK 我们胖一点的时候 我们的女性的某是不是储存比较多 这个时候她是不是长得比较快 因为她偷跑 偷跑当然这个时间比较快 所以我们很多家长就误会说 就是要胖的时候她才会长高 胖 那么她也早熟 所以她的骨你就会提早冠病 所以她也没办法再长高 造成我们肥胖最大的 在台湾的来说是饮料 你肚子饿的时候 一杯饮料喝下去 糟糕了 这个糖分增加的时候 我们瞬间身体里面就会 胰岛素要出来 因为它让我们平衡我们的血糖 可是这个胰岛素出来呢 就是让我们的就是燃烧脂肪就变少 然后脂肪的合成增加 那这样子一来一往 我们就变胖 是这个激转让我们变胖 我就会严格要求小朋友 餐与餐之间 绝对不能喝饮料 你可以吃饱饭的时候喝 但是你不要餐与餐之间 因为你一喝下去 那个我们的胰岛素就会出来 我们胖跟不胖要怎么去看 我们一定要看我们的这个曲线图 年龄 纵轴的身高 162.5在这个地方 那它落在这个地方是代表什么 代表说 这个 这个家族 给这个女生 她的遗传的身高 她是在75到90个百分分之间 对不对 可是你看她 现在的身高 是不是超过75到90个百分分 所以我们是不是合理怀疑说 她的体重是不是也增加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 这个小朋友她真的是偷跑了 她并没有再以我们遗传给她这个身高 她有点心脚熟的现象 那么她的骨灵也超前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重要的概念所在 每个小朋友我一定会去精算 她这样子的一个遗传这样的身高体重 在我的门诊 我都会有一个小小的这个 味觉定名单 在六岁以前的小朋友 我一定要求她9点以前睡觉 因为我们的生产结束 是9点到凌晨3点分泌 然后呢所谓的营养就是 一定要有优质蛋白质 鱼蛋肉豆类 我会严格要求这个小朋友 吃的东西一定要均衡 每天一定要30分钟的运动 因为运动之后 我们的生产结束会出来 那你吃的东西吃 我们也透过运动 然后让它去代谢掉 当我看这些病人 我发现这些小朋友 越来越多 他们都太晚发现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一定要给他们更多的讯息 然后去味教他们 然后让他们避免到这个阶段 因为到了这个阶段已经无解了 可能只是往后 教他们怎么样吃出他们的健康 都希望说让他们提早发现了这个问题 我提早发现 并不是希望说 他们回来医院去看古灵 而是让他们回到我们的家庭跟学校 怎么样去做到这些东西 那么他们就比较不会所谓的肥胖 那不肥胖 那相对的也不叫 不会进入我们的这个 找熟的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自己回想起来 自己回想起来大概跟家人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我妈妈是一个家庭主妇 然后父亲是一个仿制业的专企业家吧 那自己觉得可能不适合走这条路 陆陆续续的看到身旁有一些亲朋好友 有长期的受到一些病痛的影响 所以我会想说 帮助别人也是一条不错的路啊 所以后来呢 就考上了阳明大学这样子 一开始呢 我基本上对人的肌肉跟头脑 就是脑神经 事实上我的兴趣是很高 我在实习的时候 然后就发现精神科的想象 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那反而是有很多好像身体病痛 因为竟然它的背后的成因呢 是一个脑部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就更确信了 我好像干脆先走看看精神科 因缘机会呢 我后来考回台北洋中 患了很多的忧郁症、双脊疾患 就是所谓的躁郁症的一个病人 那我觉得也帮助我们大学 虽然都是一个疾病 可是它背后有很多不同的表现 我后来事实上到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那我做了很多相关的研究 过去大概会觉得 忧郁症这种东西呢 大概是一个心理问题 可是呢 越来越多的证据呢 事实上指出 其实严重的忧郁的状态 它的脑子呢 真的有一些状况 忧郁症大概占了人口的1-2% 以台湾的数据来讲 已经有低估了 男士型忧郁症的状况 大概又占了这群病人里面的10-25% 我们利用结构性的影像 像MRI 看到了这群 药物反应不佳的病人 他的前而夜的结构 或者是功能的异常 在这个研究上发现了之后 颠覆了我们对忧郁症的想法 药物反应不佳的这些忧郁症的病人 他前而夜有问题 他其他的很多的脑区 也有一点点状况 他的那个结构的异常 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大 不是肉眼就可以判断出来的 同样年纪 比如说44岁的人 他的脑功能就是应该 相对的很活跃很活泼 可是呢同样一个年纪 同样一个性别 就例如前而夜 他就是明显颜色就变得不一样 明显暗淡 明显功能变差了很多 身体有很多地方的病痛 长期都不会治愈之外 还有可能就是很严重的失眠 或者是说呢 那个人的表现他很不专注 无法专心 那脑子呢 就好像有点类似 失智的一个状态一样 所以这些大概都是一个 严重的忧郁症的患者 可能会遇到的一些临床现象 重复透支是其实就是说 它是一种利用磁锅 去转换成一个很微小的电流 那利用这种很微小的电流呢 我去找到你脑子相对比较不好的脑神经之后 我就去兴奋去活化它 犹豫症的患者呢 有一些脑区呢 相对的是比较明显的低落 而且呢被认为跟他的情绪的低落 有关键的关联性 看起来前额叶的部分 特别是这一块 眼睛上缘的这一块 这一块的活性呢 跟与忧郁症的关联性是非常非常的相关 那这个探头呢 我们就放在这个头壳的外面 去定位到我们要刺激的地方 然后全程大概这样子 30分钟左右 所以当然需要一点点时间 过程之中不用麻醉 那不用动刀 当然更不用见血 所以病人呢是可以躺个休息 都没有关系的 部分的病人会看到在打的这个局部 可能他的下巴啦 或是眼睛啦 或稍微有一点点肌肉表皮的一种牵扯 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在台湾大概是去年 4月的时候 就有我们的卫生福利部 通过可以用来治疗 药物反应不佳的重度忧郁症 台湾的数据看起来 大概5-60%过去对药物反应不佳的 忧郁症的病人 都大概可以在两个礼拜 或者是在等个一个月左右 都能够看到很明显的进步 就是他原本的忧郁的严重性下降一半 那事实上这种脑部疾病机 它的应用范围非常广 那虽然我们目前看起来 只有在忧郁症上面 台湾是通过的 可是在国外 像是美国 像是欧盟 事实上它都渐渐的通过很多不同的疾病 比如说疼痛 强迫症 偏疼痛 忧郁症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疾病 的确跟创伤有很大关系 跟压力也有关系 但是呢在某一个情况之下 甚至于可以出现在 完全完全没有压力 没有创伤的人身上 这群人可能年轻的时候很拼 就是比较倾向于 大脑会想的比较多 那也就是比较不休息状态的人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你可以想像就像电脑都不关机 那铁定是对整个系统来讲 一定是会有一点伤害 所以可以的话呢 我会建议 早一天里面 自己一定百分之百放空 好可以去做自己喜欢做的 比如说运动也好啊 或是你就呆呆的看着电视 一定要强迫自己 有至少一到两个小时 可以放空 可以休息的时间 以现在这样子的国人 拼命的角度来看 建议他们是排入这种放松休息 或者是与家庭互重的schedule 所以长期才会对人的这个精神 的健康上面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这个门诊上面有非常非常多 这类科案也渐渐的从 台湾的各个地方 能会找到我们这边来就诊 看到他们我反而有一种 就是亲切 就是想要赶快治好他们的这种感受 事实上我心里面一直这样想 其实可以的话还是要 尽可能的以我这辈子 大概就是奉献给医疗 那病人的健康以及病情 是我应该这辈子努力 最大最大的一个部分